請朱總經理 請朱總經理 總經理早 總經理早 我想請教 我想最近這幾天在巴黎 正在開聯合國的氣候變遷的會議 關於氣候變遷的問題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尤其現在像今年天氣 整個聲音現象到現在為止 天氣的溫度就是達到比往年都要高 所以大家對於排放二氧化碳的排碳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溫度升高 控制在兩度 設施兩度以下 甚至還有人說 應該不能達到兩度 最多只能達到1.5度 如果達到兩度 對地球會受到相當的影響 1.5度是最大的溫忍度 如果在這次各國不自主提出減碳的案子 甚至會遭受到各個國家經濟制裁 貿易制裁 可是我們看到 我們台電 我們的發電量 火力發電 佔了百分比多少 火力發電 包括燃煤 燃油 天然區 佔到大概相近80% 70幾% 70幾% 對 所以台電是以火力發電為主 目前傳統上都是以佔大部分 如果是包括民營的呢 這整個來算在一起 到進入我們系統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我們今天談到核市 核市說實在的 現在已經封存了 核一 核二 核三 能不能研議 說實在大家都沒有共識 儲存廠到現在也沒辦法核定 所以不能研議的機率是非常的大 那在這種情況下 再生人員 我們台電有什麼目標 有什麼方式 這個再生人員 我們台電是基於第一個 就是說自己努力去做 另外一個也是非常 能夠希望民間投資 更多的我們系統能夠容納更多 所以我們在自己做的方面 那因為太陽光電需要一個面積 要土地的面積 當然我們台電沒有那麼多的土地 但我們自己本身就是說 我們的建物 倉庫 廠站上面 能夠裝這個太陽光電的 我們要求我們的再生處 積極的趕快處理 當然這部分 主要還是依賴在民間的投資 因為不管屋頂還有一些設施 都是散播在民間 所以這個系統業者 我們希望給他們有一個機會 也希望他們多多投資 但是我們台電公司 在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地方 一個 當然這個在風力發電上面 現在一半的裝置容量 是由我們台電公司裝置 我們會持續的 還會繼續的再增加 因為這個風力發電的投資 跟技術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個民間業者投入的比較少 那我們這個台電公司就積極努力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被大家忽視 就是小水利 我們台灣的大型水利 大概已經被開發的差不多了 那這個剩下就是小水利 所以我們台電公司要求再生處 跟我們水利署 目前已經這個月 下個月 最遲下個月 已經向李玉潭水庫 這個案子已經承擔了 因為我們台電有沒有設定目標 就是在到底在哪一年 譬如五年以後 十年以後 我們的火力發電 從現在的比例 可以降到什麼程度 我們戰身能源的比例 我們會提高到什麼程度 我們自己有沒有規劃 我們有一個初步的規劃 電力 如果包含電力的話 會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也就是說 台電你自己有沒有算過 電力的排放量 佔的我們全國的排放量 是百分比多少 這個我手上 現在我腦筋裡面 沒有記不下這個數據 但是我想我們有盡量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是要減碳 當然您說的 現在這個現有的機組等等 這個排放量 這個數量是很大的 當然我們用兩個方式來進行 目前這個就是現有的機組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效率 那我們現在因為 不管是負循環或者是氣輪機 現在因為那都是幾十年前的科技 那現在有一種新的設計 那那個葉片 我們更換葉片 就可以增加效率 效率增加以後 發同樣的電 當然燃料就少 排放就少 那另外一個新建的機組 像這個林口 上個11月20號 我們併聯了 這個採用超超林界 那就是跟以前的這個效率 增加很多 那同樣的也可以 就是說發同樣的電 可以減少排放 這個是目前的兩面的一個做法 所以總經理 我覺得我們雖然是經濟部能源局的工作 可是台電本身應該也要有個目標 就是說我現在電力的排碳 佔有多少 佔了整個全國的排碳量的百分比多少 火力發電是多少 其他的各方面不同的發電是多少 然後我的目標值 我要怎麼樣降低 我要降低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要把火力發電減少到怎麼樣的程度 把再生能源如何提高 我覺得台電應該要有個長遠的計畫才對 否則的話 如果照你剛才這樣講 我說我現在只是把一些發電機的設備改善 減少它的排碳量 可是沒有一個目標值的話 那怎麼去努力去呢 所以台電一定要有 台電不能沒有 因為現在經濟部能源局是把電力的排碳排除在外 電力的排碳排除在外 我們2014年還比2013年要增加 如果是把電力的加進去的話 我們會增加多少呢 也就是說2014年電力的排碳量 跟2013年的電力排碳量 是在增加的還是在減少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社會大眾應該也要知道 台電本身也應該要知道才對呀 否則的話 那我們談排碳減碳減碳 那都是玩假的嘛 因為電力的消耗排碳 到底佔了整個排碳百分比多少 是不是很嚴重 我相信一定是很嚴重嘛 因為煤碳排碳最重要的就是煤碳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這火力發電 佔了這麼大的比例 百分之七十幾的比例 那說不定是佔了整個 我們國家排碳量的一半以上 因為工廠現在照電源局的數字來講 工廠的排碳量是在降低的 工廠的排碳量是降低的 可是電廠的排碳量到底是在增加 還是在減少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知道的事 台電應該要知道的事 這個我們當然了解 這個我們從我們每年消耗的化石燃料 這個數量的增減 我們當然就知道它排放的增減的數量 那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在增加還是在減少 就您講的這個就2014年就是去年 我們基本上是略為增加 但是今年會增加比較多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些像合一廠的一號機 從年初到就是停在現在 那個部分就有燒天然氣跟燃油來取代 當然那個排碳就自然會增加了 我講總經理 我覺得我們台電不要指望核電 如果今天沒有核電了 台電要怎麼處理 唯一的就是再生能源 當然設備可以更新來減低排碳 可是這個畢竟是有限的嘛 只有再生能源的增加 才能夠減少火力發電嘛 所以如何能夠大力推動再生能源 如何朝了再生能源的方向去做 這個才是正途啊 是 這個我非常同意 這個蔣委員您的這個指教 我們也目標也是這樣 那因此在我剛才報告了 就是說風力發電跟這個小水力的部分 我們公司積極的會投入 在太陽能光電方面的 那我們是努力的塑造一個 大家可以併網的 因為現在大家說發展了一個障礙 就是說這個太陽光電要接到我們系統 有些地方有些困難 那所以我們像今年呢 我們對這個 原來是5000瓦以下是併網是免費 我們今年擴張到50千瓦 那統統免費 那這樣子的話 不瞞您說今年呢 我們這個區處接受的案件 暴增好幾倍 那我們也很高興有這個結果 那其他的部分呢 包括如果有一些大規模的一些地方 像這個黃金廊道等等 我們也正在研議怎麼樣輸配電 能夠與與配合 總經理 我們現在 再生能源的總的發電量只有 佔全部的發電量的2.8% 是 對不對 很少 就是排除水力以外 對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提高 你的目標值是多少 五年以後 你覺得五年以後 我們再生能源可以占百分比多少 我想是只要 我想我們這個可能不只是台電的這個力量 我想所有公民企業的大家 這個民眾的大家都能夠努力 對 我知道 因為我現在只想請教台電 因為你只能負責台電嘛 那全部的話就包括經濟部的了 台電本身來講 你再生能源能夠提高多少 五年之後你再生能源可以提高多少 五年之後我想會有一個相對的一個增量 包括這個風力發電 我們第四期現在已經開始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澎湖的這個低碳島 澎湖的風力發電潛力很大 現在只缺少的就是這個海底電纜 這個沒有辦法順利完成 那邊完成以後 那邊積極進行 那邊至少也有九十幾MW的這個量 那總教你能不能簡單的告訴我一個答案 五年以後台電的再生能源 可以增加百分比多少 你現在的百分比 五年以後可以達到多少 確實的數據我不敢跟委員這個說 因為我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我們是非常積極的努力在進行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表示台電沒有這個資料 因為如果台電有資料 台電一定會知道我現在的各個 不管是核能也好 台電那個火力也好 再生能源也好 各方面的發電量百分比多少 那我現在如何要降低 那個藍煤的 我如何提高再生能源 我一定要有一個目標值 任何一個企業都應該有一個目標值嘛 那我的目標值定下去了以後 我大家就朝著這方向去走 所以照說來講 目標值大家都應該記得腦筋裡面 大家朝著這方面講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答覆出來 就表示台電沒有這個目標值 所以我是覺得台電你應該要 應該要及早地規劃 應該要有一個目標值出來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核電不要去想它了 真的不要去想它了 那如何填補核電的空缺 如何降低藍煤 這個就是靠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的提升 現在是未來應該是 金舊部也好 台電本身也好 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你們應該要好好的規劃 趕快把再生能源大部分的提高 好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蔣委員 謝謝蔣委員